我们常说酒是成的香 那么对于葡萄酒来说是不是也一样呢 通常葡萄酒的年份指的是酿酒葡萄采摘的那一年 一般都会标在葡萄酒的镇标上 葡萄酒的年份越老并不代表其质量越好 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 首先葡萄酒产区的气候特点影响着酿酒葡萄的质量和风格 也决定着葡萄酒的质量 而各葡萄酒产区的气候特点不尽相同 因此不同产区在同一年份出厂的葡萄酒风格和质量也常常大相信停 再则即使是同一产区每一年的天气情况也变化多端 可能造成同一产区不同年份葡萄酒的风格和质量不一 所以在根据年份挑选葡萄酒时 因综合考虑具体产区在具体年份的表现 而不能简单的以其年份是否久远来判断 其次每一瓶葡萄酒都有自己的适应期 并不是所有的酒都适合长时间成年 在适当的保存条件下 普通的葡萄酒可以成年一到三年 品质较好的葡萄酒可以成年五到十年 而更加优质的葡萄酒可以经历长时间的成年 发展出更加复杂美妙的风味 很多葡萄酒在经过几年的存放后 都会出现品质下滑的情况 因此对于葡萄酒来说 不能因一味的珍藏而错过了它们的适应期 影响葡萄酒成年能力的因素主要有三个 分别是丹宁酸度和糖分 一般来说 用赤霞猪内比奥罗等高丹宁葡萄品种 或雷斯利长江丝黑皮诺三江维赛 等高酸度的葡萄品种 酿造的葡萄酒 通常都具有不错的成年潜力 而法国苏代匈牙利的托卡伊 德国的库普足利精选葡萄酒和冰酒等甜心葡萄酒 在具备高酸度的同时 含含量也很高 也比较适合成年 在购买和品尝葡萄酒时 可以参考酒庄官网或酒评价 试酒师等专业人士 对于某一款酒 在某一年份的酒制和适应期的建议 做出更正确的选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所谓的酷炉